近日中国两国海军在日本海展开了海上联合2017海上军事演习 其中反潜为最重要演练科目 为此两国海军分别派出了最先进的反潜舰之吴卫吉 特里布辞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和054A型大庆舰 这两艘舰分别服役于1980年代和2000年后 那么当80后与00后相遇到底熟强熟弱呢 若仅从舰艇尺寸轮廓来看 无疑无味级反潜舰的满载排水量达8300吨 即便与美国早期型伯克级驱逐舰相近 而054A型护卫舰的满载排水量只有4000吨为前者的一半 因此客观来说 054A型护卫舰的远洋作战和持续作战能力确实不如无味级强 但054A型护卫舰毕竟是2000年后才设计定型并建造完工的一种标准化通用型护卫舰 舰体外形具有隐身设计风格 并强化了反潜和单舰点防空能力 而无味级则是1970年代末研制 并于1980年代建造完工的舰型 根本没有隐身考虑 这显然跟不上时代 在武器装备方面 054A型护卫舰注重以反潜为专业的同时 还强调多用途性 即它配备了较完备的反潜防空和反舰作战系统 比如054A型护卫舰在舰桥前部 壁炮位处安装的32单元导弹垂发系统 不但可发射海红旗16中程防空导弹 而且也可以兼容余巴反潜导弹 至于反舰作战 则由舰体中部的两座四连装英机83反舰导弹来承担 而无味级大型反潜舰虽然武器配置更多 但在服役后 俄军就发现该截舰过于看重反潜能力 而几乎完全忽视了反舰能力 这是因为该截舰原打算用舰桥两侧的 两座四连装SSN14反潜反舰两用导弹 来兼持反舰作战 但后来发现 这种三星二异的设计本身就不靠谱 因此当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为无味级最后一艘恰巴年科海军上将号 用两座四连装日制超音速反舰导弹 替换了SSN14反潜反舰两用导弹 专门执行反舰作战 至于关键的远程反舰能力 则由鱼雷发射管发射的SSN15反潜导弹来承担 但054A型护卫舰却可从32单元的垂发系统 来发射鱼巴反潜导弹 这无疑是一种优势 至于防空系统方面 无味级装备的前后各32单元 SAN9舰空导弹系统 也没有海红旗16系统强 这是因为前者实际上是道尔防空导弹的舰载版 海红旗16则是山保举的海基版 前者是近程导弹 而后者是中程导弹 高下立判 英机83虽然不如日志 但垂发系统可以兼容英机12或英机18 这两款导弹显然优于日志